318国道经过的金沙江大桥是四川和西藏的借桥 过金沙江大桥就进入了西藏的芒康县 自金沙江大桥西行143公里 就到了著名的绝巴山 绝巴山海拔3910亿米 山口有观景台 站在观景台上放眼望去 风乱浩荡 蓝沧江切开群山 在峡谷中左冲右突 时而弯曲着身子蓄积能量 时而挺着身躯 勇往直前 再看看刚刚走过的公路 弯来绕去 从山底盘到山顶 仿佛行走的巨蛇一般 那种险峻让人后背发凉 随着318国道在西藏境内的深入 移到这里特有的风景 就会不时地撞入你的眼帘 骑车的 不行的 推小车的 还有开着汽车的 这些人在同一条路上 向着同一个方向行进 其实 你也是这个队伍中的成员 来这儿的目的就是朝圣 为了信仰 为了美的追求 为了山川江河 为了梦中的草原和雪山 对大自然的爱 对信仰的真诚 将人们聚集在这里 人性善的一面 在这儿得到彰显 小妹妹你几岁了 四岁半了 克制长头朝圣 是藏族同胞特有的信仰方式 当人走在朝圣的路上 心中就充满了爱 心中只有爱的时候 心就洁净 爱是力量 是生活的权 优优独播剧场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